结合小图最吸睛 QR Code除了可以做颜色的变化 可以做一些图样的变化之外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QR Code上面 它还有其他的可爱的一些小图案在上面 我们在制作这一种包含图案的QR Code的时候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这个图案 它会叠放在原本的QR Code上面 所以它必然会遮住某一个地方 让QR Code的判读上面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的参数 有一个叫做容错比例 我们要把它调到最高的30% 调成30%之后 我们会看得到这张QR Code它的大小自动的变大 因为30%的容错比例 就让这张QR Code 即使它有30%的区块受到了损散 那也不会去影响到它的判断的正确性 但是因为它要有高达30%的这个区块要容许被破坏 所以它的这个尺寸大小就会比原本的最低的7% 看起来还必须要再更大一点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最高的30%之后 让它变得大张一点 容错的范围变得多一点 那这样子啊 我们的图案放上去之后 被遮住的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比较弹性一点 也可以增加它的这一个正确读取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把这一张调整成最高30%容错比例的这一张呢 做一个存档的动作 那存档完成之后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呢 再进一步的让它变成彩色版的 或者甚至于呢 我们再利用GIMP的这个滤镜的效果 让它变成更不一样的这一个美工的效果之后 再来加上图案 都是可以的 那接着呢 我们从这一个按钮选单这边 我们找到部署应用的这个类别 那我们要用到的这个程式呢 在这边叫做Shutter 那我们打开它之后 去把我们的图片档 做一个开启旧档的动作 那我们开启了之后呢 在这边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叫做编辑的功能 点选了之后 我们就是要利用它来加上可爱的小图案 那但是在加图案之前呢 因为这一张图片它现在是可以被移动的 所以呢为了预防我们待会在制作的过程不小心动到它 所以我们要在这上面先按滑鼠的右键 来做一个固定的这个动作 固定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动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右下角这里有一个插入图片的这一个功能 在这个黑色小箭头点选了之后 我们会看得到这里有很多预设的图案 那这些图案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电脑里面 它的一些所谓的图示档 那它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 在一些资料夹里面它还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类别 那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些可爱的图案来做一个加入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从档案系统来做一个汇入 那用这个功能呢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自己 所准备好的这些图片 那我们现在呢就先用原本系统里头预设的这些图示档 来做一个示范练习 那假设我们选择的是这一个 那滑鼠呢就会变成这个图案的样式 我们只要移过来之后在这上面点一下 图案就被放进去了 那当然呢它是可以被移动位置的 那就看我们希望这个图案放在什么地方 那如果呢觉得这个图案啊太大或者是太小 那我们可以去移动它 不过最好是呢先按住键盘的Ctrl键 再来做一个放大或者缩小 那这样子的好处是呢 它的这个图案的比例啊不会去受到一些破坏 好那我们经过了一些调整之后 好例如我们想要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好那相同的我们不要直接去做储存的动作 好因为如果说这个位置呢放上去了 结果呢这一张QR Code不能读取了 好那我们还可以呢再去做这些调整 好所以我们同样要做的事情是 另存新档好所以我们从档案这边找到一个 汇出至档案那这边的档名呢 我们可以给它另外一个不同的档名 好平衡4按下储存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打开了这个QTQR之后 就可以来做一个验证的动作 好从档案那我们刚刚那一张是 Open Source 4按下开启 好我们发现原来这张QR Code里头包含的是一个网址 它正常的被读取了 那我们按下4之后呢它就会打开浏览器 进到我们这一张QR Code它所指定的这个网址去了 好原来这是我们新北市自由软体 医学员的网站 那假设刚刚呢这一个QR Code做失败了 好那各位应该还记得 我们刚刚并没有直接把它做存档 它还是可以被移动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个位置的移动 或者是大小的变化 然后再做一次存档 再去做一次验证 好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手续之后 我们就可以制作出 不管是有可爱小图案 或者是这个样式变化 或者是颜色变化的QR Code 各式各样活泼有趣有创意的QR Code 都可以被制作出来